各位观众,正在即兴中的优良运动选手,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女女的田径选手,我们来看看她们即兴的情况。 现在第一位介绍的是叶吉妹,现在田径教练廖看水正在指导她怎么样来做一个低蓝的动作。 叶吉妹曾经带在我们中华民国参加第五届雅运会,在女子五项里面得到了一面银牌,她是很好的一名女子田径选手,现在她要做低蓝的皮袍成统。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红梅玉,她现在还是一名中学生,十九岁,很有前途的女田径选手,她所擅长的项目是一百公尺跟两百公尺,现在教练廖看水在指导她在跑弯道的时候,应该怎么样来跑。 因为跑弯道也是非常重要的,她现在就要练习一个跑弯道的一个情况。 无论是起跑也好,无论是跑在弯道上面的时候也好,所以速度都有很重要的影响,她现在跑过来了。 速度很快,黄碧云也曾经带着我们中华民国参加过第五届雅运会。 她也是擅长于转跑的一百公尺跟两百公尺都有很好的成绩。 现在她要练习一百公尺与两百公尺起跑时候的这个成绩。 起跑对于转跑是非常重要的,教练廖看水在指导她起跑应该注意的事情,她现在跑过来了。 这期�当时要练习一个高层溃队,若刚刚还想起来上海或者其他еро岁线杀并ordan开水, 它也真的解嗅了。 你する职代升为美丽艺 vulnerable的人 care, karena你很健大 ransackLEENal这个时候 , 他现在跑过去 温玉焦也是一名很好的女子平民选手 他最擅长的项目是跳远 现在教练在指导他跳远应该注意的时刻 他说是跳远的另一个 田阿妹曾经代表我们中华民国 参加过第五届亚运会 他无论是跑也好跳也好 都有很好的层级 他是女子舞相的选手 现在教练要他做一次跳远的练习 田阿妹身材非常好 很有前途的女运动员 林陈玉也是女子舞相的一名新选手 他在八十公尺低蓝的项目上有很好的成绩 现在教练要他做一次低蓝的跑